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九天 我父亲去治理我这件事情 我那是每次都被残害 被迫害 我现在就不知道 我们属地也好 是咱们党中央政府是怎么对待我 我没想到在大庆的时候 我相信党的时候 我去上访 在国家信访局 我被几经专手 关押 恐吓 我真的想不明白我优出那些信都怎么样了 是给我卖了 还是党型的 买了 是国家领导员根本不管我的事情 我就想解决我的问题 现在就是大叔关我的时候 有很多上马人 穿过各地的 有十八岁的 有小孩的 有七十五岁的老太太 然后被说到十五岁的公子 过两个月的 我是关了十天 几经专手 为了恐吓我 他们告诉我 就是这关我 这种告诉我 是党中央成立的 党中央成立的 为什么就别拟我问题呢 我解决了诉求呢 成立这些东西 是害人的 害老百姓的 还是害上马人的 到底是 我解决了 我解决了 那号写的非常详细 没有 等到我 回头我再遇到你的 给你拿了个啊 没事 这就是我付出的死亡证明 我是哈尔滨医院的二厂城 小师傅 对吧 我们给你拿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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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